有的人說 那個就是推波拉拉的運動 錯了 我不會推波拉拉 那個心跳 還是可以拉到110到110 甚至130的 其實它已經是一種 中強度的一個運動的一個項目 它可以把你的肌力 把你的平衡感 全部叫回來 改善荷爾濃失調 跟骨質疏空這一個問題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廚房 民國103年 去參加那個隔壁亞挑戰賽 回來的時候是5月這樣子 也橫渡渡夜潭也爬過一些百夜了 對不對 單車也騎了 那這個再過來要什麼樣的活動 齁 你知道我太太決定什麼 鐵人山巷 就把海陸空卻而起來 我說好 然後我們就跟大家去練 後來民國104年 104年的那個10月初的時候 台東那個火水湖 它第一次 鐵人山巷 那一天 家裡有事情我沒有去 所以他去 他去完了以後 回來的當天就說 該玩了 都玩完了 過去幾年這樣子 太消耗了 太耗了 我們找一個運動的項目 不要這麼好 甚至可以 可以養生養氣 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再去打太極拳吧 為什麼叫做再去打太極拳 因為十幾年前 其實我們曾經參加過一兩個團體 太極導引 然後那個鄭曼清正職的 都有參加 可是都不是很久沒有持續 為什麼沒有持續 我告訴你一個原因 其實太極拳 沒那麼容易 你每一個招是在那邊轉換 你還要去記 一招裡面 他可能有六個動作到 九個動作 很細微的 你要去挑戰 就覺得那個過程 喔 有點苦 有點苦 然後很容易就放棄掉了 這樣子 三個月怎麼會賣不來 啊 別掉了 那個提議 我也是覺得很好 我說對呀 我們參加過兩三次 也沒有持續 到現在為止 叫你打個太極拳 打不出來 就是打不出來 我說好好好 那我們也是EMBA有 我們繼續參加 所以就是從民國 一百零四年的十月上旬 就一直到現在 啊 現在民國一百一十七年 剛好七年 太極其實是一種 哲學跟思想 可是它希望你 用在你的身心靈上面 你可以去好好的應用 可是你一定要有一些 權理 權法 實權的那個操作 或是功利的一個培養 所以在這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說 自己就覺得說 這個選擇是對的 有的人說 那個就是推拖拉 老人的運動 錯 怎麼能推拖拉 等一下呢 我表演幾個招式 你就知道說 那個心跳 還是可以拉到 一百一到一百 甚至一百三的 有可能 也有跳的動作啊 什麼玉女穿梭 就是說要跳的你知道嗎 然後呢 也有那個白腿 白腿的那個動作 所以 其實它已經是一種 中強度的一個 運動的一個項目 它可以 把你的肌力 把你的平衡感 全部叫回來 尤其是你 如果是女性 已經五六十歲以後 停經以後 其實對改善 荷爾蒙失調 跟骨質疏鬆 這一個問題 它是一個 非常好的運動處方 運動處方的意思是 你不用吃油啊 你也不要 那是食補充散 你就 單靠這個運動 就可以得到 很大的好處 在骨質疏鬆的 一個治癒方面 因為我有很好的體悟 所以 像這個是前年的 十一月的時候 我們有辦了 我有一個 阿蘇文化藝術基金會 我們就跟很多的單位 包括公司方面 前年也辦了一個 很盛大的活動 台灣還沒有人 用這樣子的一個 規格跟形式去辦 我是把七個跨界 把它組合起來 我們常常說 產官學研 對不對 產官學研 我加三個字 一屆 藝術屆 跟武術屆 叫做1.1.5 產官學研1.1.5 然後我用 這個兩個主軸 一個是論壇 論壇我就請1的代表 是誰呢 這個何忠龍副院長 慈濟 花蓮慈濟的何忠龍副院長 另外一個我就請8個團體 8個北中南最具代表性 在台灣現在的太極武術界 八大團體 撫摸登場要跟他化妝的 好好的穿衣服 本來那些人還有點抗訊 我們比賽超過30年4年 11次在化妝的 這怪怪的 我就跟他講 我說 我們都這樣子正式打燈光 燈光每氣氛 將我們有音響這樣子 也要放音樂 有一派他們從來是靜靜的 他說沒有咧 我們打太極拳的 沒有在放音樂的 我們是安靜的 最後還是要放音樂 就是11每一個團體的特性 把它說服 不肯化妝 他說 那個其他7個團體 到時候人家的臉都不會反光 看起來很順 你們這個就不行了 因為沒有稍微 這樣子粉飾一下不行 這樣子才乖乖的 就是論壇加展演的 一個方式來推廣太極拳 所以你不是覺得這個很好 你怎麼會 投入一些心血跟金錢 去號召大家來共同推廣 參加過一次的人就說 第二天一天一定要頒 大家一定要來集齊 就比較可惜 疫情干擾 我就說太極本來就是一種 很高的 內在的修為 你可以應用在很多的層面 或是很生活化的 的應用這樣子 你學第一堂課 老師說 太緊了 鬆一下 現在比較緊張 鬆 什麼叫做鬆 而且開始在體會 你不是在求一種學問 一種理論而已 就是說 你開始要操作 老師說我太緊了 鬆 鬆 第一步是鬆 第二步是什麼 鬆了以後 開始打拳 第一招第二招就開始 太僵硬了 你要柔軟一些 要柔順一些 所以一鬆 二柔 還有一個誤解 你要用你的身體的操作 照不來 鬆的感覺 這樣叫做鬆 從之下你才有可能 柔 柔才能刻鋼 柔能成鋼 後來鋼柔並濟 這些道理 道理的話就是說 嗯 原來應用在全數全理是這樣 然後應用在其他方面 又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人際上 事業經營上 可不可以應用 那個空間才大 我常常開玩笑 我說我們一百多個店 我跟你講九層 是女性 我覺得這樣很對勁 服務業 女性比較柔 然後 比如說好了 男子賣做行李 就是要把這個產品 賣出去 而且要大大 大量的賣出去這樣子 可是 這個很剛啊 你賣東西 一直在講這個東西多好 有人聽嗎 有人願意 就這樣子相信嗎 你現在怎麼樣 一個客人來的時候 你瞭解他的需要 啊我腳 我穿蚵子就會痛 為什麼會痛 原來是 你有專業嘛 你先聽他嘛 然後你瞭解他的痛 你放出以後 你最後才說 我們的解決對策 我們的鞋子 我們的鞋墊 到底是怎麼樣 的種類 有的種類呢 不適合 有的種類呢 很適合喔 你才講這個東西 這個叫做鋼籠並計 就是說 那個服務業 然後一對一 我們一對一面銷的這樣 然後你開到一百多個店 你絕對不是 都是熊牆牙的什麼 這一些城市的店這樣子 你就會發現很妙 人跟人的那個 相處